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 来说说师父为何会在这里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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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真的叮嘱过师父不要靠近丹佛 但他可能在想信的时候没听到 师父在外根本没有朋友 连朋友都没有 师父真的好惨一些 心有罗款吗 好像是 晚江雨 师兄 你知道这个人吗 他是前师伯 还是师父青梅竹马的师姐 本来也许是我们的师母 能看上师父这么认死里的人 晚师伯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 但为什么他没成为师母呢 九百年前 晚师伯还是咱们杜仙们的门花 在门内拥有很多爱慕者 而其中有一人 因苦追十余年不得 便迁怒于师父 暗中偷袭 致使师父 倒击死我 前场失忆 就背后下黑手 活该他一辈子单身狗 难怪晚师伯看不上他 后来 晚师伯为了给师父 寻找修补倒击的宝药 便离开了毒尖门 自此再无允许 你说晚师伯 是不是找到了宝药 所以才与师父见面 这阵是我射的 自己确实是我的 他们为何全无己 难道我所经历的 都是假的 师姐 师弟 这次门内大鼓 已经是第十四年 经过不少 师弟 你在门内好好养伤 我一定会为你 找到修补倒击的宝药 师姐 不要走 不要走 师父 师父 这是 道兴师盒 生了魔教 我确实没有参与西式人族精器 你不信的话 竟有功德 一般来说 行善带来功德 作恶带来业障 等功德积攒到一定程度 并可获得成圣契机 机缘上家者 可凭借功德成圣 当今六圣 都是以功德成圣 道门三圣 以教化取功德 西方二圣 以发弘愿取功德 圣母女娲 则以造人取功德 但这狐妖身上的功德 这是祖传功德 我族祖先 曾在巫妖大战期间救过人族 因此获得功德 传住我辈 你们若杀了我 我身上的功德 便会转化为你们身上的业者 师兄 此女虽狂妄 但所言不无道理 只要将她带回门内发落了 我出来的太极 没带能收束活物的宝囊 啊 我带了 出门前 长寿特意被我背着的 福禄 宝囊 祁元师弟似乎仅胜过了头 这些东西真是长寿师职给他的 还是说 不知长寿师职最近在干什么 师兄啊 你怎么来了 长寿啊 应是在修炼吧 他为什么突然问起我啊 正好 我来这里坐坐 师兄不去趟赏罚店吗 小兰之事 仍需门内定夺 麻烦了 一定是这老狐狸发现了什么 稍后我自会跑一趟 怎么 小穷风不欢迎我 那怎么会呢 师兄造访 必令小穷风 彭壁生辉啊 他会把他放在一位 拐出 一位 庿 二位 一位 二位 二位 三位 二位 二位 三位 原来圣之不武 使得是避开正面的教授 岂如同 我逼你现身 都炸成这样了还不出来 这人的打法真是一言难尽 总之 奥义太子拿土盾没办法 成熟也算利于不败之地 用队法避开正面战用 就算获胜 好人也觉得是取巧 时间更为